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富城母亲上个月在家中与世长迟 享年90岁 这日在香港殡仪馆设宁 晨省的不少圈中好友包括 许智安、郑秀文、苏智威夫妇 古惧姬夫妇、蔡一智、蔡一杰 林珊珊、林晓峰、郑一健、蒙家卫、梁泳琪等人 都有送花牌悼念 到了大约下午时分 郭富城带着墨镜手捧母亲零位率先步入殡仪馆 太太芳缓就伸穿白衣白库紧随其后 而他们的女女大宝和二宝就由工人抱住进入灵堂 期间工人都一直用手遮掩 避免小朋友的样貌曝光 而到了晚上大约8点左右 晨省的经理人小美就代表晨省出来接受传媒访问 晨省现在的状态都OK的 但不过当然就累的 因为一直都打点着妈妈的桑礼 事都多的 现在上面都是亲友和朋友来拜祭 晨省刚才因为她正在忙 她正在担心你们 她就说辛苦了你们 但她就不特别来说话 因为她想自己安静静去做好妈妈这个桑礼 但她就说辛苦了你们 说真的我不敢代白母说 但以我认识白母应该是安慰的 因为又看到晨省成家立室 又有孙抱是安慰的 就是晨省是很孝尚很乖和她很专业 我可以说一点点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就是知道白母过了身是在美国那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之后就知道 其实原本是想过回来 但是如果她回来我会安排的 但是她最后自己沉淀了 接受了妈妈的离去之后 其实她仍然是很专业的 其实不容易 我一直都没有人讲其实 但是我们的演出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 我平时我都会发 我没有发到第二场 因为大家很安静 我所谓很安静是我们团队 而她表演她仍然是专业的 但是你们都有看过晨省演唱 我们就没有了那些所谓互动嬉笑的情节 我们整成是一圆了 因为知道家里是连夜做好行李 第二天就走了